庞娟砍断孙婢双腿,用刀网脸上滑字,场面极度惨烈。 孙婢装疯卖傻逃出魔爪,发誓要报仇血恨,将庞娟碎尸万断。 是何原因让世出鬼谷子的同门兵容相见? 逃到齐国后的孙婢是如何借齐国之手报自己的私人恩怨,开启复仇之路的? 孙婢究竟有多狠,今天带大家走进纷乱的战国,来看看孙婢的复仇大计。 孙婢和庞娟都是鬼谷子门下的学生,一起学习兵法谋略。 师父鬼谷子是出了名的奇人,他门下弟子众多,有苏秦、张仪、徐福等等,个个在历史上都很有名。 龟谷子还著有龟谷子,目镜音符七术,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兵书。 他教出来的学生不仅厉害,在各国都十分强手。 孙婢和庞娟也不例外,但两人的性格相差巨大。 孙婢这个人不喜欢打仗,也不爱抛头露面,为人淡薄名利。 庞娟这人野心较大,所以早早地下了山,去到了魏国当起了大将军。 成为大将军的庞娟心怀雄心和抱负,想帮魏国一统天下。 但他对一个人始终不放心,那就是师出同门的孙婢,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庞娟一直觉得自己不如师兄孙婢,担心有才的孙婢将来对自己不利。 如果孙婢来到魏国,会威胁到他现在的地位。 就算他不来,如果去到别国,也会成为自己最强大的敌人。 这该如何是好呢? 庞娟为了防患于魏然,他冥思苦想,找到一个相当阴狠的招数。 庞娟邀请师兄孙婢到魏国的家中做客。 孙婢是个十分重感情的人,没多想就答应了,他欣然前往。 等着他的竟是一场鸿门宴,连饭都没吃上一口,孙婢就被关进了小黑屋,门口使兵严守。 随后出现的庞娟还假惺惺地来和孙婢交谈,发现他越来越强。 心生极度的庞娟蒙生出一个更阴狠的想法,命人对孙婢实施了病性和情形,砍去了孙婢的双脚,然后在他的脸上刺了字,试图毁掉孙婢,让他从此埋没于世间。 庞娟对孙婢的做法,使得孙婢在身体核心理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和伤害。 他怎么也没想到,同安好兄弟会这样对待自己,因为受到的伤害极大,孙婢颓废离这儿,但是他始终厌不下心中的恶气,决定逃出魏国,日后找机会报仇。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孙婢终于等到机会,齐国的使者来魏国办事,决定偷偷去见一面。 行动不便的他买通仆人,成功见到了使者,孙婢三言两语就将其说服了。 齐国使者完事后呢,将孙婢偷藏在马车中,带出了魏国。 来到齐国的孙婢成为了齐国大将田济的客人。 田济同情孙婢的遭遇,也十分欣赏他,但一直没有机会验证他的才能。 有一次田济和齐王赛马,孙婢用计策帮他取胜,赢了齐王不少钱,这才见识到孙婢的真本事。 田济自此越来越重视孙婢,将他视为自己的心腹。 可孙婢到齐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用齐国对抗旁娟,完成自己的复仇任务,从而报仇血恨,正在耐心地等待机会。 孙婢的第一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公元前354年的贵西之战,赵国突然攻打魏国,占领了不少的城池,因为魏国是魏国的小弟。 于是呢,魏国发兵攻打了赵国,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 赵国形势十分危急,便向楚国和齐国求救。 因为楚国相聚较远,没有出兵救赵国,齐国答应出兵救援。 当时齐国的国军齐威王立即派出两路大军营救赵国,一路军队进攻魏国的相邻地区, 另一路使田济和孙婢统帅赶往赵国救援。 围攻赵国的魏军统帅正是庞涓,还没等齐国营救的军队赶到,他就已经将赵国的都城攻陷了, 正准备出兵攻打和魏国决战的赵军。 赵国的营救军队赶到齐位边境,大将田济建议直接赶往赵国攻打魏军, 可孙婢表示不同意,然后他提出了一个策略,说服田济为魏救赵。 孙婢的理由是,魏军和赵军已经作战良久,现在肯定很疲惫, 大后方可能也是弹尽良绝,直接攻打魏国,他们一定会回兵救援, 这样一来,赵国就能获救。 孙婢分析的有理有据,很是透彻,田济很快就被说服了, 然后立马带着八万人马前往了魏国战略要地, 正准备前往魏国的庞娟得知了齐军带兵前往平邻的消息, 正如孙婢所预料的,他急忙回兵救援魏国都城大梁, 又自慢地认为,一国没那么快攻破大梁, 孙婢知道庞娟会是这样的反应, 于是派出一支军队去假装战败,去麻痹庞娟。 一切都在孙婢的掌握之中, 庞娟果然上钩了,火急火燎地赶回大梁, 而孙婢已经在回大梁的必经之路设下了埋伏, 庞娟急着赶路,没有丝毫的防备, 在贵戏中的孙婢的圈套,带领的人马全军抚摸。 庞娟被孙婢俘虏,看着手中被俘虏的庞娟, 孙婢想将其千刀万挂, 因为庞娟的身份,孙婢恨得牙痒痒, 也不能轻易杀他。 初对大局的考虑,孙婢也不能将庞娟贸然杀掉, 也没有先杀后奏的道理。 公元前351年,在各方对赵魏的调停下, 终于停止了战争。 和谐的商谈后,魏国的兵力撤出了赵国渡城邯郸。 得到想要的结果后, 齐威王将庞娟放回了魏国。 之后的十年时间, 齐威没有发生过战争, 孙婢的报仇计划也就被搁置了, 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止复仇。 他开始采用这种手段, 让齐威两国争夺霸主的地位, 借机从中除掉庞娟。 这个方法用时较长, 在十年后取得了效果。 孙婢迎来第二次机会。 在马陵之战, 孙婢结束了庞娟, 还重上了魏国。 公元前343年, 在孙婢的长期努力下, 魏国国主擅自称王, 韩国很是不满, 于是魏国发兵收拾韩国。 齐威王得之后, 找来了孙婢一起商量对策。 孙婢立马给出一计, 建议齐威王不要掺和其中, 咱就在一旁看着, 让他们两败俱伤, 然后来个黄雀在后, 不识一丁一卒, 既可得利, 还能得个讨伐谋逆的好名声。 魏国擅自称王, 就是在比肩周王时。 魏惠王这就是谋逆。 齐威王听后, 对这个计策很是满意。 孙婢让齐国坐山观胡斗, 韩魏两国交战情况如何呢? 韩国连连战败, 虽然魏国取胜, 但也损失惨重。 就是在这个时候, 齐威王派出德力大将田纪为主帅, 田英担任副帅, 军师孙婢随行, 带兵营救韩国。 这次孙婢采取了唯卫就汗的策略, 换汤不换药, 对抗魏国。 孙婢让一队人马前往魏都城大梁, 魏惠王果然将攻打韩国的大军撤回, 然后让太子深, 庞娟带着十万人前往齐国决战, 来势汹汹的魏军不可小觑, 人数众多, 还有庞娟坐镇。 于是孙婢命军队向西撤退, 先避上一避, 但孙婢不是真的撤退, 他是想右敌深入, 准确地说是想让庞娟进入陷阱, 可是呢, 他已经上过一次当, 怎样才能成功让庞娟上钩呢? 于是孙婢开始延起了戏, 他沿途逐渐减少士兵吃饭用的灶, 庞娟带军坠机三天, 看见齐军吃饭的灶一天比一天少, 非常的高兴, 还认为是齐军窃战, 见魏军来了, 逃跑了, 为了尽快追到齐军, 庞娟舍弃了行动缓慢的补兵, 带上齐兵精锐连野坠迹, 见庞娟上钩了, 孙婢算到他会在傍晚到达马林, 于是在马林设下埋伏, 设下一个死局, 他将在这里杀死庞娟, 孙婢让手下的士兵在显眼的地方 包下一棵大树的树皮, 然后在树上刻下几个大字, 庞娟将死于此树之下, 在这棵树和道路的周围, 安排满弓箭手一万名, 等着庞娟的到来, 傍晚时分, 庞娟果然来到了马林, 发现了被包皮的树, 隐约看到树上有字, 好奇心泛滥, 让人点燃火把走进查看, 等看清大字后, 已经中了孙婢的埋伏, 道路两边突然万简齐发, 卫军瞬间乱成一国舟, 然后孙婢下令让齐君主立功上去, 不一会儿就结束了战争, 卫军死伤惨重, 庞娟自知在劫南逃, 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用我庞娟的死, 成就你孙婢的大名吧, 说完拿剑架在脖子上, 然后自杀了, 庞娟死后, 所有卫军被斩杀, 彻底清理干净后, 还俘虏了主帅太子圣, 马林之战, 孙婢不仅斩杀了仇人旁娟, 卫军十万全部消灭, 太子圣被俘, 让魏国损失惨重, 从此一蹶不振, 齐国取代魏国, 成为了霸主国, 不得不说, 孙婢的复仇计划一简双雕, 解决了自己的丝绸, 还暴打了齐国, 这一招既高明又狠毒, 孙婢靠马林之战将自己的尊严找了回来, 对他来说已经没有遗憾了, 马林之战结束后, 孙婢便离开了齐国, 回到了故乡, 隐居在一个花园中, 每日著书度日, 他留下的孙婢兵法流传至今, 最终安然离开了人世, 孙婢的一生可以说是精彩又悲惨, 孙婢的最大的悲哀, 就是信任的同门师弟, 无情的欺骗和伤害了自己, 以史为静可以知心体, 以人为静可以明得诗, 点赞评论订阅, 我们一起从历史中进步。